你 水来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城主 人呢 回城主 塞化驼没找到 没找到还敢回来接我 我已经派出所有的人力 城里城外搜了两遍 可是 还是 还是没找到 冰儿 到底把塞化驼 带回来给水来治疗没有 他究竟说的是真还是假 走 走 跟我去冰儿多事 是 水来你知道吗 一直以来 我都希望 我们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只有你 只有我 我每天给你做饭洗衣服 陪你看日出和日落 熊儿 熊儿 你这是干什么 一个大男人成何体统 你明明可以救他 为什么不救 谁来的死 你要负全部的责任 就为了他 死就死了 住剑城里死的人还少吗 你竟然放下住剑大神不管 就为了一个下人 他不是下人 那他是什么人 他是我的朋友 朋友 什么是朋友 朋友是拿来出卖他 要不然你就等着被朋友出卖 你现在的责任就是要住好剑 我们住剑城才会有收入 有了收入 我们才能住好凌双剑 那么天下就是我们剑家的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吧 有了天下 却失去了自己 你觉得重要吗 龙剑石 在 把水来给我拖出去 是 熊儿 谁敢动他 我就跟他拼命 你根本不懂作为剑家人的使命 如果你再见了执迷不悟下去 就连做剑家人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稀罕做剑家的人 我不能让他跑去 Fer car 你想死去 你 之后 你不让你 您想死去 你 你只要你 你 你 我 你 你 爹 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说吧 把水来葬在锁龙山 什么 锁龙山是我们葬剑家人的圣地 你怎么能去葬外人呢 你答不答应 好 我答应你 但从现在开始 你忘掉这个水来 你的使命是在铸剑宫 你给我记住 我答应你 你究竟往哪儿走 应该就在附近 来 跟我走 你们先在这儿等着 等十二个时辰一过之后 我再回来接你们 去解开藏风的七经八脉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驻建城的圣殿 一般人是不能进来的 所以他们绝对找不到你们 这个地方还真挺诡异的 别乱走啊 我手中的地图只画到这里 其他路我根本不知道 万一迷了路 或是遇到什么危险的话 只能增加更多的麻烦 圣地 我看这里也普普通通的 没什么了不起吗 我们这儿人生地不熟的 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那我先回城了 也明确小心 多谢玉姑娘 好 玉儿 你来得正好 你陪熊儿送水来一城 什么 送水来一城 是啊 水来死了 我们要把他送到锁龙山去埋葬 不 水来并没有死 人都没有了呼吸 四肢僵硬 怎么会被死呢 那是塞华佗用风学大法 让他呈现假死的状态 然后化他的内力 等到十二个时辰一过 他就会醒过来了 你说什么 是真的吗 塞华佗一会儿水来 千真万确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 人都死了十二个时辰了 还活得过来 塞华佗 就算是天下第一审医 这个牛皮 未免吹得也太过了吧 城主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等到今天晚上 看水来会不会醒过来 看水来会不会醒过来 总而言之 绝对不能够移动他 你好像 非常关心他 城主 我说过了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助建成 如果他不会醒过来 那么 我应该怀疑你从头到尾 说的都是谎话 糟了 塞华佗要是回来 解开藏锋被封住的穴道 肯定会被建尊抓住 建尊是不可能 让塞华佗救藏锋的 可是如果塞华佗不回来 藏锋不就死定了 你怎么了 我没说谎 可能是塞华佗真的不计事 救不了水来吧 好 来人呐 在 传令下去 准时出发 前往圣地 后葬水来 是 是 出来 你想跟城主通风报信吗 奴婢只是经过 什么也没看见 你过来 冰姑娘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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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只是封命行事 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不过是让你昏过去而已 冰姑娘饶命 冰姑娘饶命 是你杀了她 不杀她 等建尊来杀你 我可不希望你死 你疯了你 她是建尊派来监视我的 你现在把她杀了 我怎么跟建尊交代 她一定以为是我做的 傻丫头 你的事建尊早就知道了 只不过 她不知道你是谁派来的 她故意让你找塞华佗来铸建成 没想到你摆了她一道 让她白忙了一场 才会用葬礼这一招 把塞华佗给引出来 你怎么什么事都知道 哼 这叫当局者谜 行官者清啊 你是不是想帮我 只要没人开口 我一定帮 好 麻烦你把花雨都埋了 这件事情 暂时不要让建尊知道 可以吗 遵命 我就偏要让建尊知道 再让你那么闹下去 林双劲的事要拖到什么时候 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了 他们追来了 不是 建尊以为藏锋死了 他今晚准备把他带到这边 然后把他给埋了 怎么会这样 这下可弄小城拙了 造型的 都是人算不如天算 赛前辈 我们该怎么办呢 既然 月儿姑娘说 建尊准备在这埋葬藏锋 我们只好 只有等藏锋下葬以后 我们再设法救他 这是最后的办法 我觉得 这会不会是建罪的轨迹 其实他最终目的 是想引我们出来 嗯 有可能 但是事到如今 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眼 嗯 谁 少主 少主 你说他是朱建成的少主 你们到底是水来的朋友 还是敌人 他们是我请回来治水来的 这位是赛华佗 那位是逍遥狼 啊 我们见了 这位少主来求过我一件事 要我帮他医个病人 哎 这个病人 就是藏锋对吧 藏锋 藏锋是水来原来的名字 是 藏锋就是水来 原来你们以前认识的 怪不得 我说你对他态度怎么那么好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跟你一样 我也是他的朋友 哼 没那么单纯了 既然你那么早认识水来 为什么不早认呢 你到朱建成来 到底什么目的 少主 藏锋目前失去记忆 我认他 他能认我吗 况且以我跟你爹的关系 我如果认他的话 只会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 再请来 我请不动你 冰姑娘倒是请得动你 看来 你也认识水来跟冰姑娘吧 冰姑娘 或许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冰姑娘 对吗 哎呀 好了好了 现在别讲这个了 最重要的 就是把藏锋给揍出来 哎 少主 你有办法把藏锋带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并没有死 他只是被我暂时毙了气 如果真的给埋了 那才真的死定了 果然 刚才冰姑娘在我爹面前 说水来并没有死 我觉得特别奇怪 现在见到了你们 我一切都明白了 你是朱建成的少主 你一定有办法 只要把藏锋带出来 说不定藏锋还有救 现在来不及了 四大剑士正在给水来做法事 做完之后就会送到这儿来 要不这样 你们先跟我回去 我把这一切禀告我爹 不 千万不行 为什么 你爹现在急着招赛前辈回去 而且我们更怀疑这一切 都是你爹的计谋 如果回去的话 不等于自投罗网 那藏锋不是更没命了吗 啊 我爹为什么要抓赛前辈 难道是为了 九龙石 少主 你是要藏锋活着 还是要用九龙石助灵双剑 现在你只能选一样 我当然要水来活着了 那好 我们想到一个办法 但是需要你配合 怎么配合 我们打算在锁龙山里头 将藏锋救活 不不不 万无不可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啊 锁龙山是驻剑城的胜地 说圣地 还不说是禁地 锁龙山是驻剑城的铁矿山 它的铁矿 可以造出世上最好的剑 像九泉剑 天明剑 和以后的猎血剑 它的铁矿越造越好 驻剑城的技术 就越来越高 所以在江湖上 也博得了它的一席之地 嗯 这些我倒是听说过 可惜前一辈的人太贪心 为了得到银双剑 竟然挖断了传说中的龙脉 听说 进入龙脉的人 从来没有可以活着出来的 再过前面就是剑家领寝了 就是龙脉了 如果到时惊动了圣兽 恐怕我们都没办法活着出去 什么时候发现的 大概是在一个时辰之前 花育奴是不是发现了银儿姑娘什么秘密 才被杀了灭口 不 从伤口来看 这是重兵器所伤 凶手另有他人 不过 银儿也逃脱不了干系 那城主为何不把银姑娘直接抓起来拷问便是 没有证据只会打草惊蛇 龙建石 在 把花育奴拖下去埋了 是 还有 该出发到锁龙山了 遵命 少主 丁姑娘 请先行回避 剩下的就叫给我们来办吗 走吧 我们走 阿和银儿 远兄弟 阿尔 琳小啊 大儿 大阿爾 小啊 大少 小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